各位評審老師好 你們這組參賽會作品是 雲端監看離車速控制 紅綠燈秒數與路燈解連系統 在台灣有非常多的道路路燈 因為在沒有車輛跟行人的時候還是亮子 所以我們為了節省那些路燈的電費 因此享受了這套系統 可以是 可以節省非常多的電費跟門的浪費 然後我們這套系統主要分為四大功能 第一個功能就是路燈的控制 然後第二個是紅綠燈秒數的控制 第三個是車速控制紅綠燈 然後第四個是我們會查看 12個小時內第幾個小時的車輪量 然後我們有加裝Wi-Fi模組866卡 我們連接至雲端然後連到我們手機APP 然後我們第二個功能就是 當測到第一感測器的時候 第一個燈跟第二個燈會亮 然後第三燈不會亮 然後當測到第二個感測器的時候 二跟三的路燈會亮 然後第一個會熄滅 然後我們當測到第三個感測器的時候 下交的道路燈以及路面上路燈都會亮起 因為我們不知道它是要繼續行駛還是下交的道 然後我們第二個功能就是 紅綠燈秒數的控制 然後紅綠燈秒數的控制 然後紅綠燈秒數控制 所以我們自動跟手動 然後我們自動就是有一個電腦預設值 它綠燈是10秒 黃燈是3秒 黃燈是12秒 可以查看 可以看一下 綠燈10秒 然後我們手動的部分 因為我們有可能會發生很多突發狀況 所以我們可以用手動來控制 紅綠燈秒數 然後我開關線播下去 然後如果我加設 綠燈5秒 那5一 然後黃燈3秒 然後紅燈2秒 然後開關線播下去 然後前面會跑一遍它的預設值 綠燈5秒 然後第三個功能就是 我們在駕到前一公里的地方 設置兩個車速感知器 然後我們當車子 經過第一感知器的時候 它會開始計時 這裡 然後當我們車子到 然後第二感知器的時候 它會停止計時 然後我們這個原理很簡單 我們用最簡單的數學 距離數以時間 算出它的速率 然後 我們 還有一個功能就是 我們可以 查看 12個小時內 第幾個小時的車流量 如果我今天要查 第五個小時 我就按D5 代表有9台車子經過 然後如果我今天要查 第九個小時 我就按D9 有13台車子經過 然後 可以看一下 我們現在的手機 是顯示 2號燈 3號燈 跟7號燈兩 所以我們這個 路燈也是 2號燈 3號燈 跟7號燈兩 然後我們這套系統 是用89S52 作為中央數理模組 7段顯示器 7段顯示器 是用40192 跟4511串連 讓它變成向上數 以及倒數的計時器 再來是超音波 我們不是用套裝的 我們是用10音這套器 產生4MHz的頻率 再來用 74390 這個IC去處理100 產生40KHz的頻率 然後我們這個路燈 是用LVD五級燈 它不同於一般的路燈 它只有80W 是一般路燈的五分之一倍 然後是用 這個路燈是用電池能撞擊螢光粉 去產生亮光 它是沒有燈濕的 所以在急開急滅下 是比較沒有壽命的問題 然後 這是 這個只是在 1公里前的一個模擬 它不是只有兩個路燈 這樣子會讓 駕駛的視覺 比較不會有問題 謝謝大家